长期主义的作者是David Cole 他是Honeywell公司的前董事长CEO 当他2002年接掌Honeywell时 公司正处于破产的边缘 公司所有人只是关注完成眼前的职效 甚至不惜通过财务造假来达到目的 而当他在2018年离任时 这间公司已成为全球500强的科技巨头 市值更飙升至1200亿美金 长期主义告诉我们 只有把时间拉长 我们才可以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 得到确定的答案 那长期到底有多长? 五年、十年还是一百年? 都不对 因为长期的单位不是年份 而是周期 世界上的一切、人和事 都是周期上一条条的曲线 就如山坡上的一波九几、一寸葡萄 春生、夏掌、秋收、冬藏 一次次生命的轮回 就是这条胜在着时间的周期曲线 任凭世界纷繁复杂 却依然重欲不经地默默生长 时间从来不语 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一些事、一些情 21周年 多谢大家 我们一起继续 Friend 《海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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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瓶好酒 让我先替你存着 那时的你渐渐懂了 人世规则 也难免聪明过人 却沉迷泪色 这是一首很久以后 你才听的歌 像一枚湖泊 把我的青春封着 这时的我每天 都有许多纠葛 也只在想你时候 让泪水清澈 有狗 你已经懂了吧 愿这一生最难是选择 是为你的选择负负 有狗啊 你已经醒了吧 慢慢时光最终是凌落 是为那些绿络 唱的歌 这是一首很久以后 你才懂的歌 想一瓶好酒 想一瓶好酒 让我先替你存着 那时的你是否有了成熟深刻 也或许多线 往事 留一瓶好酒 留一瓶青涩 留一瓶青涩 这是一首很久以后 你才听的歌 你已经忘了 你已经忘了 小小的你喜欢 抱住我 说不让别人欺负我 有狗啊 有狗啊 你已经爱了吧 人海总是纷纷又和和 也请你要耐心 认可 有狗 你已经懂了吧 人这一生最难是选择 是为你的选择负负责 有狗啊 你已经醒了吧 慢慢时光最终是凌络 是为那些绿络 唱的歌 你看大海边 最美的 是泡沫 这首歌是专门给我的 歌名叫Cup Hugo 这首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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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名叫Hugo醒醒一下吧 哈哈哈哈 像Cup Hugo的歌名叫Cup Hugo 我们有位朋友 他在微信发给我的 他说Hugo你试试播这首歌吧 那我还可以 试试播这首歌吧 挺好的 一直听着别人叫Hugo 这个感觉有几个人 那师妹 你怎么样 Hello 大家好 又和大家见面了 是啊 那怎么样 这个周末去到哪里玩 这个周末就有很多东西搞了 会 是啊 这个周末去了深圳 去了深圳 是啊 玩什么 去看演唱会 看哪个 你猜一下 香港艺人 香港 一个组合 一个组合 是啊 是吧 出不出名 都挺出名的 都挺出名 是啊 在香港很出名 两个女孩 Trims 是啊 哦 真的 应该很出名 哈哈哈哈 应该是最出名 好不好 这个 是啊 是啊 挺出名 OK 很漂亮 我可能因为我不是好听他们的歌 所以一直在看着他的衣服和样子 在那里说 好漂亮啊 好漂亮 那舞台漂亮不漂亮 好漂亮啊 在那个深圳大会中心那里应该是 大运会中心 哦 是啊 一会去大运的 可以去看演唱会的话 都可以去那里看看 是 爆了彭先生 爆了 当然啦 80年80后的集体回忆来的嘛 是啊 是啊 明天都在那里 哈哈哈哈 关你什么事啊 那你突然会去看你又不认识他 是我妈妈喜欢去 所以你陪他去的 我陪他去的 哦 那你妈妈是否全场跟踩 我在那里 哇 然后我坐在那里睡在那里 哈哈 什么来的 然后我只认识了两首 比如说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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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不是啊 就是你手 哈哈哈哈 下一站天后 哦 还有什么呢 站在大远潜世心 看看我的梦 是的 即是你妈妈就全场 全场跟踩 哦 哦 然后我就全场在那里 你又左望又望 是的 旁边有没有帥子 其实旁边有没有帥子 没有看到 哦 哦 我猜全部是阿叔 哈哈哈哈 哈哈 八零后 全部都是 但无论如何都觉得舞台是漂亮的 是的 三是漂亮的 舞台是整个大角 你都可以看到中间的地方 是的 其实现在去看演唱会的好处就是 好看 好看 是的 视觉效果 是的 是的 那你之前有没有看过 什么其他演唱会 好的你觉得 有我觉得薛之谦真的是 薛之谦 有没有拍到你 拍到我 什么意思 即是他演唱会呢 薛之谦呢 是的 是的 不是坐在内场 哎呀 在内场也不是没有拍到你 安排好的 听说 听说 那些人都安排好的 全部都是帥哥 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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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是啊 安排好的 是吧 如果是当场薛之谦问你 就说 你是否跟男朋友来的 你怎么回答 哈哈哈哈 如果是 但是不是就不是 不是 之前呢 那个演唱会 就试试问那个女孩 是不是跟男朋友来 有个男孩在我旁边 很好笑 很好笑 那个也可以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笑 那去深圳 看完演唱会 有没有喝喝吃吃啊 又去了 时间比较赶 就去了一个开市客 就是那个一个超市 一个shopping mall 哦开市客 在那里吃东西吗 他就有些似山舞 都是很大的超市 然后去买东西 哦 这样啊 喂 那去吃东西呢 吃东西 没吃到什么 没吃过什么 深圳有很多东西 哦 那晚吃了宵夜 吃了一个白玉串城 一个朝鲜的 朝鲜 朝鲜的少校 白玉串食 是的 这个名字也很串 哈哈哈哈 你和韩国的烧鲜有什么不同 就是它会偏中式化 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比较有趣就是 它不是很少我这样烤好的 它是一串一串沙的 这样拿上来 然后就是你自己烤一下 自己烤一下 哦是这样 就是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不关他事的 是你自己烤得好不好 是啊 是啊 ok 那就是陪妈妈 那就没有陪男朋友了 呃 是乖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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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着镜头就不老实 哈哈哈哈 有些人就这样对着镜头不老实 喂 阿智 你昨晚很丰富 我没有啊 你没有什么没有 我揭发了 那就是星期六我们一起吃东西的 哦 接着吃吃吃吃吃吃到差不多到尾尾的时候 是的 有人骂你 有人骂我去吗 是的 我知道 不要骂我去 没有骂你去吗 是的 他真的不骂我去 我真的很生气 是的 我真的没有去 你有没有拉黑脚啊 我准备拉他 哈哈哈哈 等了一整晚看我的手机 是啊 我真的没有去 那星期六我们一起一起吃东西 接着吃到差不多到尾尾的时候 有一位朋友过来说 阿智明天有很多女孩 嗯 那我已经第一时间 说完数量 十几个 十几个女孩 哇 正 哈哈哈哈 是 我说正 哈哈哈哈 那接着呢 我呢 其实呢 人要面笑要皮 就是万一人不叫我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呢 人家说而已 明天有十几个女孩一起吃东西 那我已经第一时间 我说我不去 没有遇到我 嗯 接着呢 阿智期待眼神直接 我都没有说要去的 哈哈哈哈 阿智 他没有说要去 他说好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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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着呢 就是昨晚整晚都乱看手机 下午开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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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对着镜头 你很老实 哈哈哈哈哈哈 下午开了 还不叫我去 还不叫我去 哈哈哈哈 整晚都在奥运 哈哈哈哈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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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今天拿了多少块金牌 五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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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知道的 是啊 你都在深圳都知道的 刚好看了电视一幕 哦 五块 哦 拿了五块 是啊 是啊 哇可以啊 刚刚开始两天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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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知道呢 香港呢 有一个女孩就拿了重劍的金牌 哦 那个很厉害的 叫什么名字 但我不太记得了 江文慧 江慧 你知不知道 我看了一下就没有真正看 江小姐 是江小姐 哈哈哈哈 是的 有些朋友可以跟我们说说全名叫什么 是的 是的 不过呢 我就看了一个片段 就是夺冠的片段 哎呀 真的呢 在一个大皇宫那里 偷地址 是啊 出场那一刻已经够震撼了 你知道吗 是 你有没有去过巴黎大皇宫啊 没有 没有去过啊 是 下次呢一定要去一下 好 就是那个位置呢 就是很瘋的 我真的想不到呢 我当时我记得我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第一次去呢 我就觉得 哇这个地方呢 竟然呢 就是上边呢 就是百多二百年前 上面已经全是玻璃顶 嗯 当时已经觉得很震撼了 当时我最震撼的就是 啊 你怎么没有冷气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你怎么信呢 做皇帝 不是 当时的二百年前 哪有冷气啊 开里 开里发明冷气 好像是一百年前 不知道是否搞一百年了 哇 当时的皇帝 你真可憐啊 我太太在旁边说 有人潑线啊 哈哈哈哈 有人潑线啊 很大把线啊 哈哈哈哈 就是整个大兵 潑下潑下 是啊 做皇帝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完全代入了我自己的生活 就是这样的 那是震撼的 震撼的 那第二个对我最大的震撼呢 可能你们都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呢 哎 别人家的女儿怎么这么厉害呢 就是别人家都在那里 你知道吗 那上面个个都是这样的 不是啊 你知道人家是学霸 我知道 我知道 史坦福大学的本科 史坦福大学是谷外宁的师姐 谷外宁是斯坦福 是啊 谷外宁的师姐 史坦福大学本科 然后呢 人民大学的碩士 是的 人大的碩士 哪个博士 我不知道 我在读博士 类似是吧 发学博士 嗯 哇 大哥 你知道做家长那些事情 第一时间有代入感 哎 怎样我 全部都是这些十七十九岁 不是十七十九岁 这是别人家的孩子 你知道吗 别人家的孩子 那些 哇 好拿名啊 明白明白 真的 中国第一金高三 高三加大二 那是混合的 两个人 是什么行为 蛇击 蛇击 就是团体 男女混合团体 是 女仔高三 是 男仔大二 男仔大二 今天拿了第二金 哦 那你怎样呢 多人家的孩子 哈哈哈 还有呢 阿刚什么话 还没人回覆我们 大哥 另外呢 就是笑起身很甜 当然 我觉得 一个人可能拿到金牌之后 有这个金牌加持之后 可能她的样子也不一样 但是呢 我就看到有些媒体 就说这个 什么呢 港版林志玲 不像 我觉得不像 反而呢 以我对林志玲的了解 哈哈哈 我觉得不像 以你对林志玲的了解 哈哈哈 你知不知道 国内可能最了解林志玲就是智叔 是啊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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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又来了 哎 哎 太厉害了 是 江文慧 江文慧 奖 600万 600万 马会给 香港政府 马会 搞清楚 嗯 哎 哎 真是的 哎 哎 你这么小 你也600万 啊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没有说不好 有时候想想自己 哎 真的 自己家里那件 一旦就在那里花钱而已 哈哈哈 刚刚急剧工回来 暑期工 是吗 是啊 是 你打了很多份啊 都很薄 不是 什么都很想试一下 嗯 哈哈哈 他尝试一下 我之前呢 过年那时候呢 我去这个夏威夷 夏威夷呢 有个景点的 很偏僻的 来那个 檀香山的市区 很远的 那如果坐车呢 银车 银车一个多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以上 应该说一下 那就是 有家麦当劳 嗯 那就是成为景点 为什么呢 就是奥巴马 当年在那里打暑期工 哦 哦 有这样的港友 是啊 奥巴马打暑期工 所以很多人都走到麦当劳 慕名而靓 都看一眼 哦 买买包或计 所以 你以后出了名 你在哪里打暑期工 这件事很重要 很重要 是啊 首先自己要记得 哈哈哈 告诉别人知道 哈哈哈 或者现在就说 哈哈哈 你在哪里麦当劳啊 麦当劳 麦当劳 哦不是在麦当劳 你是麦当劳 你可以的 哈哈哈 你记得今天这个位 哈哈哈 这个话题 哈哈哈 哎 这个比较爱心 他说相当劳 我教诗篇 就是考教诗篇 就是入了 哦 下个星期要看检 求开金口 看检和证审 一定要过 那就确实过了 是 搞定了 入了篇就可以了 恭喜了 恭喜了 考篇是 考哪两课 我当然不知道 哈哈哈 你才不知道 考 你要准备 如果要考的话 我算了 我免你了 哈哈哈 你入我们公司的鞭制 哈哈哈 好 免事啊 哈哈哈 等下今晚过不过一千 过千就免事 哈哈哈 加油 哈哈哈 你别看着我 你看着镜头 看着这部 看着这部 哈哈哈 哈哈哈 行政和新论啊 哦 是啊 那些名字都很厉害的 欸 考工有一个叫什么 測什么 又是两个字的 有一科 不知道測什么了 是啊 不懂 是啊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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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知道呢 因为呢 当时呢 真的考工考篇这么难吗 你知道啊 我这个人有好奇心的嘛 接着呢 我真的上网挖一下这些题目 嗯 难不难 是 基本上 不太看得明白 哈哈哈 哈哈哈 那么难 是啊 行測 行性能力测试 哦 是啊 还有新论 简称啊 是啊 我当时想 就叫行測 这两个字叫什么 我都不知道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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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挺努力的 是啊 是啊 各位先生 现在等我为大家介绍 牛肉丸中的顶楼 强老牛肉丸 真材实料 淡淡肉 彈到飞起啊 哎呀 呦 飞了月球 为什么这么淡 因为 淀粉比例少过百分之一 一口咬下去 满满的肉香 充满你整个口腔啊 无论怎么做都这么好吃 一些事 一些情 强老牛肉丸 哎 哎 我和你分享 好 如果说吃东西呢 我们呢 这个礼拜呢 哇 整餐超厉 超厉 超厉 留下口水 好 我大哥 我也要记住 我才说得出 是啊 是啊 去了这个廣州有一间 贵价的这个酒楼 叫做药 听过没有 哦 没听过 没听过 没听过对的了 非药的药 哦 好自听过 哎 你男朋友很辣 因为它贵 因为它贵 那就是 我们呢 去了一间叫药的这间餐厅 那吃了一餐呢 叫做福厨并肩 穿越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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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就是四川的村 哦 是广东的月 是广东的月 那是两位年轻的大厨 成都佩德的 一间餐厅叫佩德 它的总厨呢 叫Total 我不知道为何要建一个马桶的名字 哈哈哈哈 建一个马桶的名字 那接着呢 就是广州呢 就是这个药的这个总厨 叫做Seven Seven 就是我们的朋友 是的 他说当年就是因为 听到我们这些事情 才追到他太太 然后就立志做厨师 哦 是的 很浪漫 是的 那一餐厅真的是 真的 OK 很真的 因为一坐下来 就先给一杯暖胃汤 暖胃汤呢 就是苦瓜 和这个薄荷打底 哦 那坐下来 很透心凉 很清凉 接着呢 喝完这个汤呢 就进厨房 进厨房 是的 没错了 进他们开放式的厨房 哦 那厨房里面呢 他们就准备了三样的小吃 三样的小吃 三样的小吃呢 就是 广东的最出名的小吃呢 其中之一肯定是 鸡蛋仔 嗯 廣州街边的 嗯 原来呢 四川呢 都有一个 蛋胸膏 蛋胸膏 哦 知道知道知道 路边都有得买 是啊 真的吃过的 港大周围是有的 港大 哈哈 你已经是港大了 你什么时候打过去港大吃东西呢 你说实话 不是啊 港大有很多些摊饭的 嗯 它是有那种 蛋胸膏 蛋胸膏 是啊 是啊 蛋胸膏 然后呢 他们呢 就用四川的手法和广东的手法呢 来做这个蛋胸膏的 那个叫做 慈巴辣椒鸡蛋仔 慈巴辣椒鸡蛋仔 哇 又甜又辣又 是啊 是啊 接着吃完之后 就上了一杯 什么呢 上了一杯 东贝尼翁 简单来说 就叫做香檳王 哦 香檳王 东贝尼翁 唐贝尼翁 是吧 我说法文 那我翻译给他们 啊 同义 同义 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好像法国那样吃人 整天搞错 是啊 同义 是啊 接着呢 就是鸡蛋仔 这个 然后呢 就有这个白切套丁 又是这个很Q彈的味道 就是一个 又是这个成都的小食 嗯 接着呢 有一个鸡丝 这些贡菜 怪味醬 一起炸的 这个叫做怪味 鸡春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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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名字 是啊 一直喝这个唐贝尼翁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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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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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么多 你什么时候带师妹来的 啊 小占带师妹 有没有这个机会去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但是这个费用方面 要自费 怎么指自理 怎指自理啊 大哥 你要聘我啊 哈哈哈 大概 今天餐料了 就全部都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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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年轻的大厨 就是 在这个村赛和粤赛之间 就找到一些很新的突破,很棒的 兩種菜式的契合點 所以是穿越火線 他們說這次做這個餐都有冒險的成分 但是很精彩 你喜歡吃哪一個? 那個 有什麼的? 其實你吃完你知不知道吃什麼的? 看名字我就知道 因為他有很多拼接在裡面 吃完看名字,看介紹你才知道 是的,其實我最喜歡吃那個孔肝飯 孔肝飯 就像煲仔飯 孔肝飯的玩法是用四川的玩法來玩的 就是先把米蒸 不是煮 蒸到半斤坑未熟 接著就攤開它,找個燒機攤冷 即是米還未熟 接著就加炒好的筍丁、豆角、臘肉等等 就鋪上去 接著再蒸 再夾水蒸 哇,很棒啊 而且上邊最後放一件廣東的燒鵝 哦,即是 還有一隻辣椒仔 嗯,是的,是的,有些的 所以很棒啊 哇,真的,這頓飯可惜做三天 今天就不能做了,做到最後一天 嗯,是的,下次再這些 限時限定 限定的,限定的 你去了深圳,不是嗎? 好吧,好吧 哈哈哈,這頓飯是正的,這頓飯是正的 嗯,是的,那阿智呢 什麼呢? 發線可塵,除了看奧運之後 嘩,在奧運幾激動,你明白嗎? 我覺得真的很好看啊 你開幕式,你有沒有看直播? 直播看 你看直播,你很厲害啊 幾分鐘開球嘛,5時 我教了鬧鐘,因為我兒子說要看的 然後我太太說不要啦,你明天要打球 你經常沒有看啦,沒有看啦 然後我就拔我太太,走到一邊 我說,你答應她,我寫包單 她寫不了,我叫她肯定不起床 哈哈哈,然後我已經調了鬧鐘 是點半鐘 然後我睡夢中,我就把鬧鐘按停了 哈哈哈,睡夢中 因為她沒有吵醒我,我肯定知道是睡夢中 我自己按停了,然後我就 但是我的人有責任感 嗯,好嗎? 我兩點多鐘,我不知道為什麼自己紮醒了 紮醒了一見兩點多鐘,哎呀,這樣就不行 那怎樣也要去叫兒子 走出我的房間,然後我想一下不行 要找證據 嗯,因為這些叫她不醒,明天她反咬你一口說你沒有叫她 我開著手機來錄示範 哈哈哈,這麼壞嗎? 什麼叫這麼壞? 你看看,你看看爸爸 大哥,這些東西吃過虧了,你知道嗎? 然後就進入她的房間,然後就推著她 喂,起身看我好運了,喂,起身看我好運了 然後她轉身了,然後迷迷糊之間跟我擺了擺手 啊,我說你不看嗎? 嗯,不看?然後我擺了擺手 然後搞定,我繼續分 哈哈哈,所以我到現在還沒看完的 是嗎? 是的,我昨天早上就看了一點點的 又從一開始看的,不是變段 然後有事就走出去,然後星期日又看 我是看TVB的轉播,因為TVB的轉播有一個好處 他TVB自己都放了一些攝像機在現場 不一定是全部都是官方的信號 有一些是他自己特有的信號,都挺有趣的 當然我分不清哪些是他,哪些是官方的 我是看到哪裡呢? 我是看到那個刺客信條那個人 騎著匹那些機械碼,在蔡立河上面上左岸 然後去到交接那個,其實道理時候來講 他是披著一個五環旗的,披著一個五環旗 其實我覺得應該就是在他身上 脫下這個五環旗,然後升旗的 但是那裡我覺得不知道是穿崩還是怎樣 他就披著一個會旗,就走了去了 然後有另外幾個就是捧著會旗出來的 不是這樣的,他是不是上海不知道 應該是搏的吧,他騎馬 然後下了馬,有人捧給他 他捧著走上台街,一直走到星期位 是這樣的,其實我覺得他的旗披在身上 整個蔡立河走過來,應該是立刻用他身上的旗 對不對? 不知道,從結果來看是對的 為什麼呢?因為他捧著旗,就給了那些升旗首昇反了 升反了? 萬一他真的解自己到另一個,可能那一刻就不會反了 結果來到這個原因就反了 OK,我看到六十星期日網上有很多評論 你有沒有看那些片段? 大菲,你有沒有看直播? 我看了陸播 陸播,又跳著看的 是的,那種抖音上接到那些正常片段 是的 你看到那些抖音和我看到那些抖音是否一樣? 你覺得評價是怎樣? 有人說是很有趣,有人說是很多元,然後又說追求自由 我看回另一個視角是說法國人在說,就是有一個場景 就是比較抽象,一個辣辣的笑話 逃到全身,一個逗陈陈陈 是的 你很深入一點,有得他 從那個蔡,那個是什麼? 吸著蔡 吸著蔡,是的 然後有些法國人聽到說,搞變科啊,搞噁心 都譯成中文了 哈哈哈哈 阿智,你覺得呢? 我覺得... 就是說我自己的感受 當然是說你的感受 你是標準來的 我覺得輕輕有點悶 因為我中間欺負了幾次 哈哈哈哈 因為他有好幾個位置是挺悶的 因為你剛才說到在河上的馬 就是那個刺客信條 其實要噴馬很長 是嗎? 很久 因為我按著快進去看的 就是那個鏡頭是這樣的 有烏登黑火 都是有些煙火的 另外有什麼悶位呢? 就是那個火具接力那裡 有十幾二十個人接力的 是,我看見Nado YES! Nado! YES! 十幾二十個人接力 就是在那裡 妖無人煙啊 很荒涼啊 淒慘啊 有霧啊 下著雨 在街道上這樣 我看見好像有羅浮宮的位置 有啊 在荷里金字塔那裡 靜茵茵的 就是淒風冷雨 就是這樣 大哥 就是這樣 你想想 入了夜了 叫巴黎好像有這麼多人嗎? 可以叫別人看的嘛 不是這麼好看的東西 我看照片給別人看 還有一個就是 我怕過一半路被人搶 我覺得應該是保安需求 還有一個就是 你知道是法國人嗎? 是不是呢? 法國人那時候 2008年後 他在巴黎都搶過火具的啦 是啊 所以他們很流行的嘛 這些什麼 他做什麼 你真的猜不到 我覺得他有點悶 但是整個納意 我覺得是OK的 挺好玩的 整個形式 起碼是兩條線並行 最少 一般就是表演還表演 出場還出場 就是出場 出一出一 又表演一下 出一出又表演一下 這個形式是OK的 OK的 我今天看到有些人說 2010年的廣州亞運 已經在珠江裡 入了儀式的嘛 是啊 只不過是船 將運動員 運到海深沙 運動員都上了海深沙 他們運到不知道會去哪裡了 啊 即是法國的船 就不知道運到那些人去哪裡了 不是 去那個位置上岸 然後呢 沒有那麼多人啦 現場很少人了 是嗎 是啊 現場已經很少人了 那看TVB有個好處 就是他們會研究一些細節 可能我們沒有關注 他說呢 因為其實有些大船 就是幾個國家 全部都站在上面的嘛 就是拼船嘛 所謂的 那些人說 是不是拼多拼的呢 拼船 跟著呢 就 阿廷之家呢 就轉播時 有個女士就問了 即是一個現場的女士 咦 那船上哪個洗手間 夠不夠用呢 那麼多人 洗手間 關注怎麼那麼有趣的 又是呀 你想一下 他那艘船 那他是不是容納到 那麼多人的船 他本身的衛生間設置 就可以有那麼多人呢 我們怎麼想呢 他又很大 突然間就弄一部大飛 是的 有點小的 有幾個人的 哈哈哈哈 我覺得他把巴黎 所有船都集中起來 哈哈哈哈 是船都放上去 全部各樣角色的嘛 是啊 其實這件事我都OK的 好玩的好玩的 特別有個國家叫巴巴多斯 嗯 那時候我走到去洗手間 然後我兒子說 喂 老爸快出來啊 馬沙拉替代表團出現啦 哈哈 我說什麼事啊 什麼馬沙 馬沙代表團 原來那個國華國旗 真的跟馬沙拉替的車的logo 一模一樣 就是那把叉 是啊 那個叉一模一樣 就是有時候看這些 其實學了很多東西 就是巴巴多斯 我記得你的國家 是啊 但是因為我是按著這個快進來看的 所以我覺得OK的 是的 我覺得OK的 我最喜歡就是那個小黃人 我也是 我也是 是 好有趣啊 是啊 那裡真的好有趣啊 還有最後那個蒙羅里沙浮一下浮一下水面那裡 那裡好有趣啊 那裡好有趣啊 嘩 嘩 嘩 差得不得了 是嗎 只是主要是涉及這個宗教啦 嗯 涉及這個LGBT人 嗯 LGBTQ 還沒說到Q的 就是LGBT人 那就涉及這兩樣東西 西方就一致 一邊倒說不好 嗯 巴黎組委 奧運組委會就出來自欠了 嗯 巴黎這段開幕式的視頻 在奧運官方視頻拿了假 噢 即是不能看了 噢 哇今晚我回去看了TV 他們說不知是否 一落假同時就第一時間推北京武運出來給大家看 不是吧 是吧 我就不相信了 不知道真是假 是吧 但是在官方視頻落假 哦 就組委會道歉 嗯 一致這樣在西方落假 是嗎 是啊 這麼可憐啊 是啊 其實我也有點遺憾 即是當年廣州的這個亞民會 嗯 開幕式我是沒有看到的 哦 因為我們全部都被人請去利斯卡爾頓吃自助餐 嗯 那你就說 哇 拼命吃吧 是不是 哈哈 有得吃當然是消息 哈哈 吃完了就在那裡等 什麼時候放我們回家啊 什麼時候放我們回家啊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08剛剛搞完貨幻 那10是亞運嘛 那些過運那麼厲害都看了 那10可能那時候會有一點點分量 你有沒有看啊 你其實幾天 我就是沒有看 咦 亞運開幕式你有沒有看啊 我印了就沒有看啊 哦 哦 我那晚很好啊 那晚政府請我們去吃自助餐 嗯 是啊 不錯啊 不錯不不錯 哈哈 但是小想不到這個創意真的抄我們廣州的 哈哈哈哈 是啦 哈哈 是 因為朋友說 搞到我也想看回這個亞運的這個開幕式 不知道有否可以重播呢 應該找回這個亞運 不是 其實應該是各大電視台啊 嗯 那一時間就拿著這個娛威 承著這個娛威 起碼是廣州台播吧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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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dies and Gentlemen 現在讓我為大家介紹牛肉丸中的頂流 强老牛肉丸 真材實料 淡淡肉 彈到飛起啊 哎呀 呦 飛了月球 為什麼這麼簡單 因為澱粉比例少於百分之一 一口咬下去 滿滿的肉香 充滿你整個口腔啊 無論怎麼做都這麼好吃 一些事一些情 強老牛肉丸 但是真的 我覺得我個人心態 不知道是不是出現了什麼問題 我覺得好像真的這幾年 越來越不關注這個奧運 嗯哼 是的 即是我們那個加勞金牌 那是必然的啦 即是覺得 哎呀 實定的啦 是啊 是啊 一定可以的啦 那又不是啊 好像今屆聽說有些問題啊 有什麼啊 比如說昨晚的兩個很厲害的游泳 陳凱洋 陳凱洋 還有那個什麼 張宇菲 笑得很甜的那個 嗯 兩個都拿不到金牌 嗯 是的 本來都是朗硬的嘛 嗯 不一定的 今年 那麼我們這個藍單的網球的選手呢 就是張之遵呢 又是一輪遊 哦 是啊 打了啦 輸了 輸了一輪遊 那今天中午呢 我和一個上海網球隊的這個 上海網球隊 就是張遵的隊友 我們中午一起喝茶 那接著呢 他又給我看張之遵的朋友圈 哇 張遵怎麼這麼慘一輪遊 因為呢 張遵輸的那個對手呢 是他之前呢 雙打的拍檔來的 噢 那個鬼佬 是他之前的雙打拍檔來的 那麼他說這個人呢 一定不夠阿俊哥打的 嗯 那麼 那昨天答過 就是本身的實力就是不夠 是啊 因為他和張之遵 即是長期在上海隊一起練的嘛 雖然是屍體的嘛 嗯 那昨天不夠阿俊哥打 那麼我說為什麼會輸呢 那麼跟著呢 他又打開手機 給我看張之遵的那個朋友圈 嗯 張遵呢 應該說巴黎的時間 昨晚呢 就發了個朋友圈 兩點多鐘 兩點三十八分 還是兩點五十八分 噢 那跟著呢 北京時間 當地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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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現在兩點多了 但是呢 我還睡不著 那麼就說了一串說話 那麼說了一串說話 他說最後一句呢 就是我會在後方為大家加油的 嗯哼 就是咦 哇 還沒打過他已經知道他輸 跟著呢 他那個朋友圈下面有個視頻的嘛 嗯 他的視頻呢就黑漆漆一片 哇 那個避寒聲大到啊 哦 即是被人影響到 是的 他休息不好 整晚沒有睡 嗯 他說呢 如果我再睡不著 我再睡不著 一個小時之後 我再發一條朋友圈 結果一個小時之後 他又再發一條朋友圈 還沒睡著 三點幾四點了 那麼呢 原來呢 他是這樣的 因為呢 藍丹呢 中國呢 只有他一個 可以有資格去打這個奧運 那麼所以呢 他間房裡面呢 是有其他國家的運動員 哦 就是撈亂 跟他同一間房的 哇 我聽那個避寒聲 不是單人房的嗎 哇 運動員之間 這個真是是吧 是的 不是的 原來他是隨便拚的 哦 是的 隨便拚的 然後呢 組委會不力 哈哈哈哈 怎麼叫單人房 大哥組委會 他怎知道那個人打鼻寒 無論他打鼻寒還是轉身 單人房 你保證他的優勢 每個運動員 公平的 這些是公平 比如說你中國隊 你有幾個運動員 比如說你剛好六個 就給你三間房 嗯嗯 那好像是一間房 睡兩個人 好像是 好像是一間房 睡兩個人 大哥你走單支 嗯 那怎麼都要拚一個人進來 大耳室嘛 是 喂 你又沒有說 如果你還沒帶開的話 可能你真的不習慣 我就試過在飛機那裡 大耳室 我反而睡不著的 感覺到你的耳朵有些東西 因為是奧運的比賽 所以他的團隊是沒有跟他去的 哦 他是一個人去的 不會有教練 不會有體能師 不會有康復師 他一般網球運動員的比賽是這樣的 有教練 技術教練 如果有錢一些那些 好像那些 Mannado 廢天王 多威奇 這些 更厲害的那些 還會有一個 甚至乎兩個陪練會跟著他 嗯 然後體能師肯定會跟著他 然後還有一個康復師 一定要跟著他 那張之津的康復師 就算跟著他也沒辦法 張之津的康復師是 哪個國家的一個 是女士來的 那沒可能是一間房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打鼻寒的男還是女 哈哈哈哈 但是這麼大聲我真是猜到一個男 而且是那些 我想像中應該是那些 什麼雜貼餅啊 或者很大舊的那些 很大隻的那些 哇很大聲 我點開他那個視頻 黑黑黑的 哇很大聲 在喝茶 你想想 坐大廳喝茶 你也聽到的 哎 我真的沒辦法了 就是阿智說得對 這個是經驗不足 要麼是總委會 如果你知道總委會這樣安排 可能你自己有些措施 嗯 嗯 組委會 不是 組委會應該出份 組委會 就是運動員 你打不打鼻寒 那兩個打鼻寒的 就放在一起 哈哈哈哈哈哈 我嫌你吵我 哈哈哈哈 你自己搞定它 哈哈哈哈 不過有時候人不知道自己打不打鼻寒 是啊 怎麼知道的 啊 啊 啊 那些朋友都問了 問我們 哎 美女 因為上期節目出來了 大飛 是啊 大飛師妹 大飛師妹 是的 那大飛師妹你懂得多體育嗎 其實我打籃球的 我初中打籃球 是啊 然後因為後來沒有繼續掌 嗯 哈哈哈哈 你兩筆不得兩筆 還可以掌的 真的嗎 是的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我的原因 嗯 我太太跟我拍拖的時候 就1米69 噢 接著就生完兒子之後呢 就1米71 生完女兒之後呢 1米73 這樣嗎 應該是一些 就是生嬰兒可能會有激數 可能是看起來的激數 是的 那就越來越高 是啊 是啊 很有趣的 打籃球之後你力量也不夠了 不是的 我覺得我投的還是挺準的 哈哈 記在這裡 真的 哈哈哈哈 以前是出了在籃球隊的 哦 然後後面就沒怎麼去 是否大家都不舉手去參加 哈哈哈哈 你是我來啦 哈哈哈哈 真的是這樣 真的這樣 哈哈哈哈 這樣了吧 哎 真是的 這些東西 所以不怕的 師妹做得高的 我的原因 我太太因為 哈哈哈哈 來到我結婚之下 是不是呢 人都高一點 真的 哈哈 好 那 這位朋友說 大飛 那 是不是青龍灘交貨那個 大飛沒看過這些電影 哈哈哈哈 這個朋友說 女男輸了 不是的嘛 其實我看過了 輸了一分 輸了一分 很激烈 加時輸一分 林加時之前被人追平三分追平 再加多一個佛 加時五分鐘 輸了 十分 哎呦 真的可惜 是啊 真的可惜 那這些是不是淘汰賽 還是小組 不是小組 哦 那就是有機會 應該是有機會的 啊 小組 OK 那如果淘汰賽 真的很可憐 就忍恨了 是啊 現在呢 阿拉杜和迪祖高域正在打 阿拉杜輸了 啊 已經輸了 這麼快 是啊 哈哈 嗯 主要是他是去傳火具而已 哈哈哈哈 但是呢 迪祖高域是腳踢腦 剛剛才做完手術 不過那個頸 他剛剛做完手術 可以上場 上個星期溫網已經亞軍 哦 這麼厲害 是啊 他是做完手術第八天去打溫網 他去到這個 在倫敦的時候 他還說 不知道打不打得到呢 如果打不打就不打了 那結果也是可以拿到亞軍 那今天中午吃飯的時候 我已經問上海隊那個隊員 我說 你覺得今晚誰贏呢 他說絕對是迪祖高域 嗯 不要用梳啦 德約科維茨 咦 我說真的嗎 那麼 有沒有可以打一下呢 你又沒有 完全沒有可以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 這位朋友給人家衝一下聲 你出聲 哈哈哈哈 你出聲 你出聲 嗨 哈哈哈哈 然後又一句 哈哈哈哈 這樣吧 這個周末 如果大家都有什麼好玩的 都歡迎在這裡跟我們一起分享一下 這樣吧 這位朋友說 大飛很想說話 但每次都欲言又止 他們兩個說話太多 那些朋友當然都會開始問 師妹嗎 大飛你比較關注什麼運項目呢 籃球嘛 籃球 是不是啊 打而已 看呢 看啊 是 冰箱 冰箱 對 冰箱 冰箱 冰箱應該是比較穩的 是 應該很穩固的 是啊 那個日本是否雙打還是什麼 雙打 專門研究中外隊嘛 好搞笑 專門研究中外隊 研究得很透脆的說 結果輸了給朝鮮 哈哈哈哈 他沒有研究中外隊 哈哈哈哈 朝鮮你也挺難研究他 是啊 哈哈哈哈 又少出來比賽 不知道是怎樣 是啊 太過專注 有時候真的不行的 哈哈哈哈 哎 缺乏應變能力啊 還有一群球機的 是 明天好像盧心寶那個 哦 就是盧心寶的61歲 佛山的 反正是中國隊的 是 去盧心寶 參加六屆奧運 哦 今年是61歲了 過了第一輪 哦 明天對孫榮沙 哇 很開心 孫榮沙是頭紅選手 哦 他跟他打球很榮幸 孫榮沙說向老前輩學習 哈哈 61歲啊 哇 真厲害 大他三倍 兩倍 他二十二三歲而已 是啊 成三五 哇 真厲害 應該是佛山的 是嗎 我記得之前說 一些奧運報道 有一個上一年多的女子選手 打給人球的 應該是佛山的 佛山人 是啊 參加六屆奧運 多厲害 可能還不能參加 哈哈 他過了第一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 這位朋友說 哎呀 這位朋友說 什麼呢 三寶之良還在踢球 三寶之良 三寶之良 好像五十多了 是啊 但是他踢聯賽不同的 我上次已經跟大家解釋過了 他現在打奧運 嗯 現在流 是 這位朋友說 Hilgo還記得楊善嗎 這次奧運會 沒有他太可惜 楊善這個名字 我就真的 是上一屆的 武軍力 氣暴槍 哦 即是射擊的 是的 那個女生應該是青幻子 現在全部都是新人 全部都是十幾歲的人 嗯 是啊 喂 有一個最小的 什麼小學畢業 是嗎 不是 十三至十四歲 是啊 即是街式滑板 不是十一歲 昨晚出來了 是啊 十一歲小學畢業 小學畢業 但是我昨晚看過 可能他已經不能進入決賽了 是 OK 但是我也厲害 11歲的那個人是屁匿舞 是啊 屁匿舞 小學畢業 說放了遺舟 拿了第四 哎呀 真的 差一點 僅項四 不可以站在椅子 這件事稍微有點遺憾 這位朋友說 偽夏蓮從鄧雅萍打到宣泳三 哈哈哈哈哈哈 問你怕了嗎 真的問你怕了嗎 這位朋友說上海的不是佛山的 OK啦 隨便啦 這個奧運呢 還有十幾天的 嗯 還有十幾天的 但是呢 我們星期三 星期三晚上 我們有大派對 哦 是啊 十一毫晚 三十九毫晚 我記得的 盛裝出席 很多朋友說要求你 真的嗎 哈哈哈哈 真的啊 是啊 這樣啊 是啊 現在就跟各位已經成功報名的朋友說一聲 千萬不要遲到 因為我們是這麼多朋友 一起送別七月份的最後一末的夕陽 所以 晚霞 夕陽和晚霞不是一件事嗎 晚霞比較漂亮 夕陽好像 為什麼一件事呢 夕陽在朝買東西 夕陽在朝阿哥 夕陽 晚霞比較漂亮 夕陽比較漂亮 那你喜歡啦 哈哈哈 夕陽在夕陽 夕陽在晚霞 但是我用晚霞漂亮一點 漂亮漂亮 送走最後一末的晚霞 是的 沒錯 你有很多 那麼我們呢 這個三十一毫晚 我們呢 就在這個二號碼頭 太古艙二號碼頭 就搞我們這個 吃喝之夜廣州站的 那麼 所有的報名名額呢 已經全部敷了 就跟大菲說過好消息 當晚就不用你針酒了 哦 當時我負責做什麼呢 喝 負責吃喝喝喝喝 沒錯 你去喝的 好 去喝要準備什麼 去喝要穿漂亮一點 不是利是吧 去喝要準備利是 人家還沒結婚給什麼人情 去喝不分結婚的嗎 不是的 結婚才會給禮金 不是的 禮金是叫人情 人家結婚請你喝不就要給利是 結不結婚的嗎 不用吧 是這樣的 我和兒子一起去就給了一份 那你兒子自己去呢 這麼小的兒子 你去收嗎 是不是人來的 那他不用針酒那怎麼辦 那主辦方就說 已經找了兩個美女來幫大家針酒 哦 我說細兒 我不需要了 你多給我大菲 是啊 我們有啊 美女 誇張五十多人的酒啊 怎麼針啊 我說可以喝你了 所以那一晚大家喝喝吃吃盡情開心就可以了 那已經落實了八月份 我們搞江門閘 江門閘很棒 那個地方已經定了很棒 哦 是啊 看看賺日 我們要探一探 要去試菜嘛 這些東西 江門是否熟呢 江門不是好 但我有社友是江門的 哦 男還是女 哦 社友 哈哈哈哈 他不知道你是一個學校宿舍還是私人宿舍 學校宿舍 學校宿舍 學校宿舍有時候真的很難說 我們之前有封電郵 我們發電郵來那位朋友 他社友 根本上每晚都不在宿舍睡 他不是回家 他在不同的宿舍睡 不同的宿舍睡 厲害吧 哈哈哈哈 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 四年 Fan Dog Fan Dog 所以這件事不一樣 OK 那就一起叫他吃東西 是誰 是社友 江門社友 是的 那叫他做盡地主之宜 好 準備好等等各樣各樣 嗯 好 好快 按特輸服 那麼你 Distur lib 你的社友是嗎 啊 Fran 你搞得自己那麼搭 那不可以呀 一定有牙齒印 不是 Fran 他們也很Nice Fran就一起了 我找過的地方很棒 我跟你說是吃要燒烤的 吃燒肉的 哇 不同的 很漂亮的位置吃燒肉 你的朋友說 我們一個宿舍 六個人 七個群 哈哈哈哈哈哈 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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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是朋友的 六個人 七個群 這個朋友問了 星期三是否直播呢 星期三現場如果有信號可以 可以直播一小段 給大家看看我們現場的盛況 我們做一部遊機 到處遊蕩 這次如果以你做電視人的經驗 你覺得這次奧運會 安排了多少個機位 有沒有一千個嗎 沒有吧 可能沒有吧 肯定沒有一千個機位 因為有很多片段都是什麼 拍好了 我原本以為他們的船上 都會有機位的 結果是沒有的 對外看過 不知道真是假的 120個機位 這麼少買少 是啊 是單止中國還是 就是這個開幕式 整個開幕式的轉播 是啊 不止那麼不少吧 那就有點少 是啊 不過如果多機的話 其實那個導演在我看著切鏡頭 切來切去是否有幾個 不是的 這百多個機位都沒有錢 如果多機就有學電視的 學到什麼 還未到 還未到 有分級導演 就是分級導演 三級那些就是拍另外的 可能一百部機 給他一百多個機 這個導演就是拖這十部機 推一個信號給我 就是給我十個分級導演 我知道 我知道 有些是專門拍操查理 那些 有些拍攝在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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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朋友 他覺得這裡可以 因為我沒有試過的 我只是看環境而已 我只是看他拍攝的環境 照片發出來 很漂亮 真的挺好的 但是也要試過才行 燒肉嗎 對 燒肉 即是不是那些斬大叉燒那些 不是那些脆皮燒肉 是的 即是燒黃牛 那些燒肉 那些是脆皮燒肉 那些是街邊就可以了 燒肉 好 炒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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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燒已經高級了 脆皮那些 即是一個街角 一間那些 燒蠟檔 不是的 是江門江門 你朋友跟我說 叫烤肉 是烤肉 燒烤 OK了 OK了 但是日本 你看到這些店 全都寫著燒肉 是的 燒料 真的好像 是的 全都是用燒的 他們好像日文沒有烤字 還是我不懂 不過我認中文 他又補了 酒也是燒酒 是的 OK 烤肉 一樣 一樣 OK 男士和先生 現在 我為大家介紹牛肉丸中的頂流 強老牛肉丸 真材實料 淡淡肉 彈到飛起 粉絲 為什麽這麽蛋 因為澱粉比例少過1% 一口咬下去 滿滿的肉香 充滿你整個口腔 無論怎樣做都這麼好吃 一些事一些情強老牛肉丸 一人好奇 師妹有什麼星座 上一期講過 星座我是巨蟹座的 跟我一起巨蟹座 巨蟹座你知道有什麼特點嗎 你看你們兩個慢慢說 一人手輪著手 你先說你的優點 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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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也有廣告直入 是不是一種酒叫顧家酒 是嗎?不知道 好像是 你喝過 不知道 我自己的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巨蟹座 作為我自己來講 會比較有藝術天分 比較窄 窄 你窄不窄 還好 你都醫人了什麼 你怎麼回答 是的 給我醫給我 怎樣關注大飛呢 關注我們這裏就行了 多些關注我們這個 一些事一些情 顧家輝也是巨蟹座的 顧家輝又是誰 顧家輝是誰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黃尖 黃尖呢 黃尖 誰來的 隨便吧 可以的了 對的了 有時候每個年代的人就知道每個年代的事情 你很難得有阿智這樣跨年代 從清朝到現在 跨年代 黎元洪是第幾任總統 是誰 你假裝 你真是 袁世凱也見過 跨世紀 跨世紀 跨年代 跨世紀 現在的叫跨世紀很厲害 跨性別 今天還是昨天 我看見好像是陳奕迅生日 原來陳奕迅也是對蟹座的 陳奕迅 張學友和我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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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哎呀 你真是 陳奕迅是獅子座的尾 如果前幾天的話 二十幾天後面是獅子座 昨天啊 更像獅子座 而且都二十八九 是嗎 是呀 二十一其實已經是獅子座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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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我真的有些震撼 你知不知道 陳奕迅是五十歲 是啊 我當時在我的朋友罰口 你也認識的 其實我身邊很多人都很喜歡他的歌 因為他們喜歡你才認識的 其實 不是呀 我也知道這個人的 還在唱著的嘛 對呀 是呀 起碼在唱著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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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媽媽才認識的 他哪有認識 哈哈哈哈 五十歲的陳奕迅 對我來說有些震撼 對呀 看不出來 我總是覺得香港藝人好像不懂路 一個一個 我那天看到關禮傑 我覺得就好像 關禮傑幾歲了 關禮傑幾歲 至少六十多 我猜一定有 那OK 他的女兒也想來選港者 對呀 你看看鄭秀文 我也不疑 不是 開演唱會 這個我又有朋友看了 很多人在香港看鄭秀文 對呀 你認識的嗎 我認識的 還在唱著 對呀 很久沒有唱 開演唱會之後 平時有唱的嗎 當然有 他偶爾也有新歌 我們節目都有播 他很偶爾那種 李李德 我們就是這樣 是不是 我們幾年出了一首歌 是嗎 對呀 就是這樣叫我們在唱 這樣在唱 OK 又有人想我們去唱歌 誰呀 李李德 是嗎 對呀 哪一人生氣都來 我明白我生氣的 哈哈 你真是大肥子嗎 不是呀 你真是大肥子 有左首歌給我們 對呀 不去唱K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唱歌 我不是唱K 你的男生 扭起唱歌 是哪一間房間 哈哈哈哈 哈哈 不動的 平時哪有唱K 在廣州就唱K 比較少 啊 喜歡外地的 他用唱吧 哈哈 喜歡外地唱K 全民K歌 全民K歌 出外地才唱 是的 哈哈哈哈 所以說你一般就做騷擾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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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是啊 我們遲於收首新歌 聽說是講廣州的 是嗎 是啊 OK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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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成為市歌嗎 哈哈哈 其實廣州市有沒有市歌 是不是道理上有 哈哈 廣州市市歌 紅面中 哈哈哈哈 如果沒有市歌我們就做手 哈哈哈哈 填補兇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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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荔枝不單是廣東省、海南、福建 有些月曲是賣荔枝 那不是士哥,士哥真的有帽子 大飛是哪裏人 沒有說,是秘密,讓大家猜 看不出的嗎? 這個問題應該是看得出的嗎? 這個問題應該是猜大飛是哪裏人 猜中當然有 又對 又對 為什麼有人猜你暫光? 有人猜你電白? 有人說山頭,有人說陽光 你知不知道全部人猜他哪裏人? 認清人 我們老鄉 可以 這個朋友說不要猜,住我旁邊 可以 歡迎大家,大家現在看的直播 就是一些事一些情 逢星期一和星期四晚 星期一星期四晚9時半 就會準時出現在這裏 在我們接播室內 當然除了阿智和我之外 大家現在鏡頭看到的就是大飛師妹 開瓶,開瓶大飛 開瓶大飛 很出名的嗎?開瓶大飛 這個朋友說 初中的年代聽過一些事一些情 已經十幾年了 這個小星都沒有變 大家都沒有變 對嗎? 當然大家都可以 像這些朋友一樣 一直看我們的直播 一直發留言給我們 對嗎? 對嗎? 這個朋友說 注意你樓上樓下 沒有用 人家有男朋友 男朋友的東西可以更換 為什麼這麼沒信心呢? 對嗎? 沒有說定死了 先問吧 蛤? 哈哈哈哈 我都不敢接啊 哈哈哈哈 我都不敢接啊 我都不敢接啊 這位朋友說 鼻胎也可以啊 哈哈哈哈 其實其他女生 沒有人問你 你不用有代入感 其實現在那些女生 射友的那些可以說 哈哈哈哈 射友的故事 射友的故事 射友找來出賣的 好 其實現在那些女生拍拖 是不是真的有鼻胎呢? 我身邊就沒有 就少了 你怕我們說是以女罪嗎? 哈哈 我身邊就沒有 首先撇奪了 那你身外 不是你身邊那些呢? 身外 應該有吧 有吧 應該有 對 這個不是指定動作嗎? 什麼叫指定動作? 即是拍拖 一定有兩個鼻胎 那些不是指定的 當然不是 OK 看人的嘛 是不是 哈哈 有些人是喜歡拍了一個 你又另一個 哈哈 聽說挺過癮的 上次有個女生和我分享過 真的嗎? 是的 他說因為有時候跟男朋友吵架 你就立刻可以叫另一個人過來 他說其實心情平復得很快 很快又跟男朋友好起來 嗯 哈哈哈哈 即是人安慰 哈哈哈哈 其實聽說是可以保持感情 嗯 是啊 對嗎?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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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真的 你聽說八月 楊千華的杭州票 杭州站的票都買到手了 嘩 正 楊千華你也知道 知道 他來我們那邊開過演唱會 嘩 厲害 這位朋友就說 這個什麼 在南京 在南京 聽著一些事情 一些情 20年的青春 青春 回來了 你的青春是看到 這個大飛回來 是不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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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朋友問他 林子祥知道嗎 知道 我看過演唱會 你這麼加勢嗎 是啊 你怎麼去看呢 我媽去看 哈哈 然後我媽去看過 譚詠麟和陳惠霖 然後 就是看陳惠霖 陳惠霖 然後我不小心睡著了 陳惠霖你也是睡著 我只會唱最後一首千千傑歌 那是陳惠霖好不好 對不起 哈哈 哈哈哈哈 陳惠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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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 陳惠霖 知不知道 陳惠霖 他的歌應該沒那麼容易睡 是啊 陳惠霖是那個 是誰 我掃一下 哈哈 我掃一下 不用了 有些人不需要 什麼花花世界那些 哦 我知道 花花世界 哦哦哦哦哦 我知道 這個比較年輕 是呀 你自己看的演唱會沒有 就看那個時之軒 就看那個時之軒 我和周柏豪 他負責說笑 但他唱得其實很好看 而且他的舞台設計是很好 即是他會讓你很有代入感 即是他好像是0717 即是一個主題是他入侵地球 然後要帶人類回去 好像大概是這樣 即是整個場下來都挺好看的 上次在天河看的中心看的 是嗎 在清源看的 清源看的 清源看的 是呀 哦 因為可能廣州的票 可能比較難長 是的 周柏豪是之前在廣州 還是在佛山看的 都是清源看的 都是清源看的 是呀 你主力供這個市場 是呀 小人炒票 哈哈 可以哦 以後我們去清源看 是呀 清源都走不了 哈哈 哈哈 好好好 我們發現一個 可能這個是什麼 黃牛蛙地 這個 是嗎 不要黃牛豬渣 哈哈 是啊 可以試一下大家 真的 嗯 嗯 這個非常韻光 這個我認識 辣 這個我絕對認識 為什麼絕對呢 因為我 我媽媽 反正就是 什麼 我聽過那首歌 什麼 荷里活 有一間大洲 哈哈 哈哈 然後還有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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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說 尹光我的女兒都知道 誇張 是啊 什麼知道 他憑 因為他 我兒子有一陣 不知道為什麼 就聽過尹光 對這個人感興趣 對這個人感興趣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就搜了一首 他自己覺得很好笑的歌 就誰說我傻 傻傻傻 我請他吃燒鵝 我餓了 然後呢 就經常在家裡 煩到我什麼 然後我女兒都認識 哈哈哈哈 是啊 都熟了 是啊 真的 這位朋友說 黃家驅 家驅應該認識 Beyond 就是每一個人都認識的 是啊 嗯 嗯 是的 OK 這位朋友說 上期片頭 黑白間條 三個女孩 是大飛 你說是 你說不是不是 那麼 Ladies and gentlemen 現在讓我為大家介紹 牛肉丸中的頂流 強老牛肉丸 真材實料 淡淡肉 彈到飛起 哎呀 呦 飛了月球 為什麼這麼淡 因為 澱粉比例少過百分之一 一口咬下去 滿滿的肉香 充滿你整個口腔啊 無論怎麼做都這麼好吃 一絲事一絲情 強老牛肉丸 是啊 還有朋友問我 為什麼歌手2024 已經決賽了 我也未參加 你最後拿來英朗 對不對 怎麼樣 我參加來做什麼 對不對 關人家拿什麼事 我跟你說不是的 你回憶一下 當時我為什麼要 立志去參加這個歌手 你回憶一下當時的情景 你繼續 記得 你當我回憶島 哈哈哈 志深 男人一點 我記得來做什麼 你當我回憶島 你繼續 當時幾個外國歌手很厲害 是啊 我是打算一番熱情 為國請戰 是啊 照顧 是啊 為國請戰 未來都夠過這麼厲害 那後面看到拿英 就贏硬了 就不用我出手了 是嗎 是啊 如果我出手 最多是追擊一下 就是阻擊一下 他們不讓他們 外國歌手前進 但是怎麼比拿英 對不對 是不是 那就算了 OK 我擊敗外國歌手的成就感 擊敗拿英 是不是 怎樣 我覺得成就感沒那麼厲害 哈哈 你真是 一個人是需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裡 知道自己的成就感在哪裡 開心在哪裡 對不對 嗯 是 這樣 這位朋友 是啊 你當初想救藍英 誰知道他自救成功 哈哈 這樣 Hugo幾年出書 快的了快的了快的了 快的了 這樣 這位朋友說什麼 這位朋友說 海富天空是廣東省的省哥 省哥就未必講得上 但是我想是所有大學畢業生都會唱的 都會唱的 現在是廣東省 是不是 很多外省 我看見好像前一輪不是畢業的 是 很多大學畢業的 全部都是海富天空 現在大學畢業是不是很流行做秀的 做學畢業的 你還沒參加畢業典禮 是 都是找學生出來唱歌的 大街的座位一直站起來唱 很多都唱海富天空 是不是 外省東 幾個省 幾首歌裡面應該都有海富天空 是不是 這首歌應該是 作為這個大學畢業的校歌 應該是從山頭大學開始的 我記得當時 你記不記得 這首歌山頭大學的 校歌是改的 好像是 好像李嘉誠先生 是買了一個版權 他校歌就把歌詞改了 哦 就把這個旋律保留場 是 是 是 另外 還有紅日 紅日 是 是 我早上跑步最討厭 聽到這首歌 因為聽到這首歌 就知道 今天一定要跑步了 因為你們是 廣播一播 這首歌 是 一播就要起床 然後就要全部人在草場那裡 集合 集合去跑步 是 如果不是就播什麼 散大的光輝歲月改 光輝歲月改 不是 所以其他大學就不唱 免得針拳 平時播什麼 如果不集合去跑步 就不播 正的 播歌就一定要跑 哦 這樣 這位朋友 不如不是像昏飛燕嗎 不用那麼悲良 都可以分一下 不是那麼悲良 你知道阿智那時候 清朝那些私屬 小學那些 那些同學 他都可以 可以畢業 進京趕校就畢業 他先生說 你可以進京趕校 那些 那你就代表你畢業 真的 考了一些功名 你就可以開私屬 這位朋友說 這樣吧 你們學校 李克勤多了 你不少 好 這位朋友說 這位朋友說 一早就瘋了 曲子離奇 誰喜歡聽 你又是又是 是 一晨早就瘋了 晨早就瘋了 晨早就瘋了 還要去著命運 要改 要改 我們見右下 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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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晨早就瘋了 這樣 是啊 現在的朋友 就是催我們讀電郵 OK 沒問題 電郵馬上多 這封電郵 真的有點曲折離奇 好 雙雞晚上好 我聽你的節目 是通過姐姐聽你的節目 跟著她聽 是開始的 當時我就被你們爽朗的笑聲吸引著 斷斷續續聽你的節目 已經聽了很多年了 規矩我知道 Hugo 你是如此的才華橫逸 不僅令人陰沛 你的光芒如太陽般耀眼 溫暖著周圍的人 阿智 你不僅擁有迷人的外表 真是掩著良心 嘩 說得對 說得對 我掩著良心 Sorry 我讀出來 還有著 溫暖的心 和無私的精神 全部奉獻給不知誰人 真的對 令人陰沛不已 讚美的就不多說了 跟著說說我的故事 我最近失戀 怎樣 3年前 差不多這個時候 分了一次手 不知為何分手的時間 總是驚人地相似 你會不會 你分手 會不會 某個季節被人分 不會吧 應該不會 你統計一下自己 是啊 你沒有統計 哪有說話不夠威 反正我跟你說 分手總要在雨天 哈哈哈哈 他還沒聽過 聽過嗎 這首歌 分手總要在雨天 在雨天 還沒聽過 還沒聽過 應該聽過 但是要聽回來才知道 OK 給我一個機會唱 好 來 同學愛新鮮 分手在雨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晚聽過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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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唉 好 其實你們分手 千萬不要說 年底到年頭 這段時間分手 為什麼呢 因為你少收很多禮物 是啊 年底是聖誕 元旦 然後是情人節 年過年 中國情人節 你知道嗎 西方常不知道 是啊 甚至乎七月打後 你都沒有分 有什麼七席 那些 是啊 是啊 這樣介紹 收十多禮物 不是幾年分最好 哈哈 一般三月到七月之間 三月到八月之間 這半年可以分一分 哈哈哈哈 是啊 少收多禮物 中秋前好搞定 哈哈哈哈 中秋前七席前 好搞定 好搞定 接著可以去到第二年的二月 接著三月就任由他 哈哈哈哈 唉 真的 你不聽這個節目 是不知道這些規律的 知道嗎 是 這位朋友說 金三銀四 找工作也是這樣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唉 真的 這位朋友說 其實過完七席那段時間 都可以的 哈哈哈哈 過完中秋 過完七席中秋 接著到聖誕前 聖誕前 聖誕前 人月兩團圓 到雙十一就好拍拖了 是嗎 是啊 要準備 哈哈哈哈 要去買東西 趁便 清空購物車 那六一八呢 啊 六一八要不要清空說 六一八嗎 現在六一八很瘋 三月就做六一八 哈哈哈哈 八年 八月份 廢善三個月 才說你 哈哈哈哈 京東的傻子 哈哈哈哈 反正提前很多 嗯 最近分手的時間 總是驚人相似 前一個拍拖的時間 又是拍了兩年半分手 我現在在想 是不是拍拖不能拍太久呢 對於我來說 兩年半 是不是就是一個坎呢 現在是彈 真的懂得總結啊 對呀 你懂得統計總結 對呀 分析 嗯 前一個不說了 他已經結了分了 祝他幸福吧 不如說說這個 最近我被分手的前任 也是兩年半這個吧 對 我們是通過同時介紹認識的 我們都是QY人 QY是甚麼地方呢 哦 哦 是 他在QY有樓有車 他從小是HD長大的 哈哈哈哈 高清 哈哈哈哈 高清 哈哈哈哈 高清蒙馬 高清 哈哈哈哈 嘩 嘩 嘩 不是啊 我還猜是衛冬 是嗎 是啊 隨便吧 他和我的同事 是同一棟樓的鄰居 同事那天 無緣無故和他爸爸聊天 他爸爸說 我兒子還沒結婚 然後同事就很積極了 我同事就問他爸爸拿了那個男生的照片 首先是拿了我的照片給他爸爸看 他爸爸看 嘩 嘩 好喜歡 然後他爸爸又發了一張照片給我同事看 同事就給我看 我看完照片之後 我覺得顏直還可以 於是我們就互相加了微信 你有沒有試過這樣拍拖 即是一番撮合 即是長輩撮合 那倒沒有 我媽反對我拍拖 你媽媽現在還反對你拍拖 是啊 不是吧 那你很多東西不是要偷偷地 是啊 大哥你大明大方都說 哈哈哈哈 你不怕你媽媽會看嗎 不會吧 不會吧 今天呢 看什麼演唱會啊 哈哈 哈哈哈哈 然後我們就開始在微信上聊天了 他真的很擅長聊天的 也很懂得找話題 所以我們也挺聊得來的 後來發現原來我們也是朋友 也有聽一些事一些情的 哦 這樣就有話題了 更有話題了 好聊 我們大概聊了一個星期左右 他就開始約我見面了 我也同意了見面 第一次見面呢 我感覺到他很會 欸 會什麼呢 怎麼會 他很會 他很會 即是 一見面 全部都很會做的那些 很會聊女生的那些 怎樣才叫會呢 對於你來說 男生 對於女生來說 對於女生來說 有禮貌 有禮貌 比如說吃飯埋單 那就是肯定的 我覺得我比較注重細節 比如說你餐前可能要錄碗 如果他是主動幫你錄碗 幫你浸水 我覺得這個男生 吃西餐怎麼辦 哈哈哈哈 很多人都錄了 哈哈哈哈 錄完點點 我不想上碗熱水 做餐 錄點餐和點 差一點 還有呢 我等他們的朋友都知道 下次藥母仔 什麼叫做會 什麼叫做會 還有就是 怎麼說呢 什麼叫做會 拿起防紅產證 會不會好些 這位 哈哈哈哈 厲害會 哈哈哈哈 不如玩 這位朋友 我吃壽司都會錄碗 哈哈哈哈 我也是 你也是 壽司有水 如果是那些會主 我們選壽司 對呀 公司旁邊那間吃過沒有 沒有 什麼叫 叫什麼 那間壽司叫 你又不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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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真的 壽司狼 但這樣就叫虧了 哈哈哈哈 哈哈 阿智很虧 你又不帶我去 你又不帶我去 剛剛的表情很到位 真的 差點想請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首先是禮貌 對 真的 其實他這麼會和女生聊天 聊了個禮拜 大家聊得這麼開心 都很虧的了 嗯 他準備了一大堆草莓花送給我 粉粉的顏色很好看 還可以吃 女生送給男生 男生送給女生 草莓花是怎樣 就是它是草莓 很多很多插成一朵花 哦 即是用草莓來做 是啊 很會啊 真的很會啊 真的很會啊 草莓有一個紅色的原生 可以拿拍照 拍完又可以吃 哦 是啊 我以為草莓花是未生草莓之前的花 當然不是啦 OK OK 一點都不會 哈哈哈哈 好像你也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真是離譜 你真是離譜 我們西餐廳最討厭的人 錄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原來西餐廳真的有人錄碗 哈哈哈哈 習慣了嘛 看到早餐碗都掉了 還有八仙的 對不對 哈哈哈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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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莓花 嗯 還可以吃 我很喜歡 然後呢 我們又去吃飯了 雖然是第一次見面 但是呢 我們都有那種 好像感覺 互相認識了很久的朋友一樣 啊 聊天呢 一點都不尷尬 嗯 我是第一次對男生有這種感覺的 可以說是相見恨晚 嗯 嗯 即是第一印象相當好 嗯 哈哈哈 阿智你是見到一個女生相見恨晚的嗎 不是 不是 我不是人可以 哈哈哈哈 看這些人都不可以 你少奶 哈哈哈哈 我們聊得很開心 吃完飯了 他還請過去看電影 嗯 嗯 但是呢 當時呢 時先都安排好了 是啊 嗯 那麼吃完飯八點幾了 那麼我怕呢 跟他再聊 我沒話說 看電影就不用說話 是啊 看電影嘛 是啊 雞腿不斷啊 後面也要爬你這張椅子 所以呢 我就拒絕了 他都沒有說什麼 然後呢 就送了我回住處了 這樣啊 然後呢 他就走了 這樣啊 他呢 他呢 就在SL做事 我呢 就在QY做事 路程呢 大概40分鐘 這樣 SL在哪裡 真的不知道啊 不用我們知道 我們朋友知道的 大家看一看我們 我們朋友看一看 那是SL SL 是 他就在QY 喔喔 施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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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朋友說 施嶺 施嶺近一點 是啊 施嶺近一點 如果花刀清遠 那就是笑狼 笑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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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偷偷地下三百個湯 哈哈哈 這位師傅 哈哈哈 不是 水療 哈哈哈 水療 哈哈哈 好了好了 大家喜歡在哪裡就哪裡 放在琴 是 那他回去之後呢 我就主動發信息 找他回到尾 還拍了一張 銅果束花的合照給我 哇 都說了 師傅就拍了索 是啊 正 可以啊 可以啊 是 他回到之後呢 就回覆我了 那當晚 我們在微信 聊天聊到晚上 點幾鐘啊 嗯 是不是打字晚呢 哈哈哈 聊不久 語音也不行嗎 哈哈哈 哈哈哈 是 之後呢 我們呢 見面之後呢 一直呢 保持聊天 每天啊 都是聊到晚上 點幾的 他給我的感覺呢 真的很好啊 他不吃煙 少喝酒 是我喜歡的類型啊 我淪陷了 哦 哦 是 過了大概一個星期 我們呢 第二次見面了 剛好呢 是二一年的聖誕節 這次見面呢 他又送了我一個聖誕禮物 是Dior的香水 嗯 其實香水不一定買Dior的 其實一些事 一些都是香水 哈哈哈 哈哈 這次吃完飯之後呢 我們還一起逛街 沒有記錯的話呢 我們呢 就好像情侶一樣 我們呢 拖了手 嗯 會不會發展得很快呢 第二次見面拖手 對阿智來說 當然是這件事已經慢了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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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很快啦 師妹 是啊 你也覺得快 第二次見面 是啊 快了一點點 但每晚聊到幾個小時 聊了兩小時 是呀 那也差不多了 應該差不多了 哈哈哈哈 怎麼會和你動搖呢 道理上什麼叫快 什麼叫慢 那如果聊了一兩天 就什麼的話 我就覺得太快了 聊了兩個星期了 對阿 其實兩個星期 是啊 也有一點點快 也有一點點快 哇 因為你不了解它嘛 你追你 要有些耐性 看來是 是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各位先生 現在讓我為大家介紹 牛肉丸中的頂流 強老牛肉丸 真材實料 淡淡肉 彈到飛起了 哎呀 呦 飛了月球 為什麼這麼淡 因為澱粉比例少過百分之一 一口咬下去 滿滿的肉香 充滿你整個口腔啊 無論怎麼做都這麼好吃 一些事一些情 強老牛肉丸 是 那 那就 拖手了 發展得很快 我覺得 這次見面之後 剛好就是二三年了 就是 這個 聖誕完 是 是 咦 二一年的聖誕怎麼會 二三年了 二三年了 應該打錯字 二年了 是 我就主動約他一起跨年 他又答應了 於是我們就一起跨年了 拍了我們第一張合照 就發了朋友圈 嗯 即是官孫了 啊 是不是官孫了 應該算吧 是啊 是啊 你有沒有發過朋友圈嗎 有 平閉了媽媽嗎 當然 哈哈 哈哈 做得了 媽媽爸爸是一個組 哈哈 是你要發還是他要發 大家一起說 哦 其實問題應該是這樣 是你要發的 還是他要你要發的 這樣 自願發的 自願 情不自禁發出來 哈哈哈哈 情之所知 哈哈 哎 就這樣 我們順理成章在一起了 開始了我們的熱戀 之後呢 我們也是隔一個星期左右見了一次面 有一次我休假 我微信他說 我去找你玩 他聽了之後很開心 啊 於是呢 他就來了我的城市找我 在我的城市吃了飯 走完街之後呢 接了我一起去他的城市 哇 謝謝 OK 開心 周遊烈角 先從這個水療去到這個清遠 哈哈哈哈 然後想一下我們去 回到水療 回到水療 你有沒有去過水療 有去過 你也去過嗎 我去過按腳 我去過一次 啊 很多東西玩的水療 好幾個女生 是自己幾個人一起約去玩 是啊 吃自助餐 看電影啊 唱K 弄一下指甲 唱K 或者打打麻將 這樣 過一晚這樣 對 因為很開心 你怎麼只關注女士呢 對師妹說嘛 你問師妹有沒有去過 是不是 我不是這樣跟你說 不是鼓勵她 不是鼓勵她 很多女生是這樣的 OK 這樣吧 去到她的城市 那一晚呢 我們呢 就發生了 阿智呢 經常想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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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再沒有回自己的城市 即是那一晚 對 很頻繃而已 是啊 對 對 對 嗯 這樣 這個又快不快呢 第三次見面 多久了 多久了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 她又沒有說 那就可以了 OK了 我們的感情呢 露得挺好的 見面呢 從來都不吵架 因為呢 難得見一次面 大家都不想吵架 搞到大家不開心 而且呢 我本身是不喜歡吵架的 哎呀 有人喜歡吵架 哈哈哈哈 他呢 一般都在我們視頻聊天的時候 跟我講道理 說我這裡做得不好 那裡做得不夠好 嗯 讓我之後呢 注意改一下 這樣的說話 嗯 嗯 好 每次他跟我講道理的時候呢 我 我都會哭的 不知為什麼 我覺得可能很委屈 嗯 嗯 不過呢 每次聽完之後呢 我都沒有怎麼改的 哈哈哈哈 好 我聽你說 但我不太喜歡 我喜歡你先哄我 再跟我說 即我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會不會跟男朋友講道理呢 會咯 哈哈哈哈 那也是嘛 你一個講道理的人 哈哈哈哈 他聽不聽的呢 聽的 但是 說多了會什麼咯 可能人都會發 嗯 也不是很喜歡 嗯 這樣啊 這樣啊 我呢 因為呢 我是來自一個單親家庭 這樣啊 我父親呢 在我五年級的時候呢 就離開了 導致我呢 比較自卑 所以呢 也比較渴望避愛 那他呢 他呢 對我非常之好的照顧 我都愈來愈喜歡他 之後呢 我們去過旅行 見過了雙方父母 他跟我呢 規劃著呢 未來要怎樣過日子 嗯 嗯 而且呢 他答應我 他會和我呢 怎樣怎樣 即是 已經計算了 他會怎樣怎樣 和我一起處理這個婆式關係 我們呢 也有討論過 未來呢 要有幾個小孩 這樣啊 我們都覺得一個就夠了 這樣啊 嗯 是 他一直呢 都是想得比較多 想得比較長遠 比較有計劃 這樣的人 屬於呢 付出型人格 而我呢 很少想以後會怎樣的 我呢 就是屬於活在當下 比較佛系 嗯 嗯 那經成這樣 應該想著結婚的了 是啊 二三年的時候呢 父母呢 都有催我們結婚 但是呢 我們好像不知為何 又未準備好啊 於是想想再等一想 現在不太好 嗯 本來呢 我們想著二四年結婚的 但是呢 他說今年是盲連 好像不是太適合結婚 是不是 今年盲連嗎 盲連 沒有這個立春 真的是什麼意思 立春呢 就每年的2月4日 哦 那如果是三四日左右 那如果呢 就是過年呢 就是年三十呢 就在2月4日之後呢 那一年呢 就沒有立春了 哦 立春過了 即是上一年雙春 嗯 哦 劍潤完的話 明年是否就要盲連 不一定的 也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我不敢包了 但是你可以大大聲說的 應該是 有些自信 肯定是啦 你上一年雙春嘛 今天你又沒有立春了 你霸了我的春了 是啊 對 對 其實有道理 邏輯是這樣的 嗯 嗯 這樣 嗯 他又沒有求婚 而且我們也不太急 同意再等多年啦 那我們當時就說 不如25年結婚吧 但是中間呢 出現了一段小插曲 嗯 來了 嗯 這件事是這樣的 疫情之後呢 很多人都得了肺結節的 然後呢 有個免費的檢查肺結節 我們兩個呢 就聽到這樣的消息 就一起去檢查啦 過了一個星期左右 我們去拿報告 裏面呢 不單有肺結節的報告啦 還有一項驗血報告的 就是可能 也有驗血啦 順便 是的 他的驗血報告呢 很正常 而我的驗血報告呢 有幾項指標呢 偏高 有幾項呢 偏低 我當時呢 不知道有什麼問題啊 因為之前都沒有檢查過的 嗯 那麼小孩子那時候 一直看檢查 都沒有任何異常的 那麼 我看到那個指標呢 有幾項呢 那樣好像有些不太對路啊 我自己呢 就 都幾焦慮 於是呢 在醫院 回去 路程上呢 他開車 那麼 那麼我就在車上呢 百度查了一下 是 有病有痛痴 也不要查百度 是啊 查了就好像絕症那樣了 是啊 嗯 是啊 真的 用錯了 用錯的方法啊 那麼 我一百度查了一下 好像真的有些事啊 我就無意間跟她提了一咀 嗯 那麼 我姐姐呢 好像跟我提過 她有地中海貧血啊 嗯 是 而我姐姐呢 都是有了BB之後呢 才查到出來的 那麼 是 我姐姐呢 跟我說的時候呢 我也沒有在意 晚一刻呢 她呢 就回家去查了小熊書 哈哈哈哈 我都不相信醫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沒有醫生朋友 哈哈哈哈 沒有醫生朋友 是啊 是啊 地中海貧血會遺傳 是啊 是啊 你們全部都這麼豐富知識 是吧 那三個人一起吧 是吧 沒理由每個人都不認識的 哈哈哈哈 其實我也認識的 哈哈哈哈 我也認識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怎麼辦 我講得這麼遠轉 喂大哥 那我 我 就是小朋友 就是要小朋友的時候 會做產檢 是不是 那種一行呢 就有沒有地貧 是 是 所以我知道 是 這樣 這個病我熟 是愛情殺手 地貧是愛情殺手 就是害怕遺傳給小朋友 但是 但是 但是他跟他姐姐也沒事 都奇奇利利 姐姐也生了兒子 他現在不是說 驗到血有些問題嗎 是啊 他就怕是地貧 就是他姐姐有地貧 我意思是他姐姐有地貧 他姐姐也照樣 就是有小朋友等等 就是不用怕 是吧 現在科學這麼聰明 是啊 那他可以查小紅書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你知不知道現在那個 就是之前 不是經常搞人工智能 跟一些旗手足企 叫做Alpha4 Alpha4 Alpha4那間公司 他已經在研究什麼呢 研究合成人體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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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胞 嗯 其實人體的細胞 很難合成的 他這個模擬出來 然後有什麼病呢 他以後就要清除了這部分細胞 就是可以的 嗯嗯嗯嗯 厲害 當然厲害 是啊 去到哪一步了 好像正在研究 哈哈哈哈 正在研究 因為他說一開始是慢的 嗯 越來越快 嗯 這樣也是 所以以後呢 你的算力一提升 是啊 算力一提升 然後以後你真的可能有什麼病 疾病就已經 疾病可能已經威脅不了我們人類 嗯 是你真的有空不要笑 就跟人家打架那些才是糟糕的 嗯 好 啊 那就是大家都害怕了 是了 他查了一個小紅書 他說地中海貧血是遺傳的血液病 嗯 當晚呢 我在他家的房間開語音會議 開完會之後呢 他就 兩個 就是我們女生都去了一個男生的家 是吧 然後呢 當晚呢 我在他家的房間開語音會議 開完會之後呢 他就過來抱著我哭了 這樣啊 哇 也挺是的 啊 怎樣呢 就這樣一生病了 是啊 這樣啊 我問他 我當時呢 很面懵 問他什麼事啊 發生什麼事啊 在我一再追問之下呢 他說 他查到地貧的症狀那些 哇 哇 查完之後呢 和我一對影 我覺得你很可能有地中海貧血啊 嗯 啊 遺傳啊 怪不得你這麼容易累啊 這樣 嗯 就是嚇壞大家 是 我當時呢 還以為他擔心我 後來才知道呢 他這些眼淚呢 是因為呢 他覺得要和我分手而留的 嗯 應該 哇 都挺缺絕的 就是 他怕以後兩個人的小朋友 怎麼辦 那怎麼辦 是 家人應該會有一點點意見吧 嗯 那不是 他當時是自己查小熊書的 嗯 這些是否去醫院查一下 就是查完小熊書 就當成了 是 查一下先啦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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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當時呢 我就是以為他擔心我啦 當時我就安慰他 說沒事沒事的 我好地地正常一覺 然後呢 他才沒有哭 嗯 嗯 第二天早上呢 他送了我回我住處 他呢 又回去工作了 下午呢 我問了我姐姐是不是地貧啊 我姐姐跟我說是呀 然後呢 我就跟她說 我姐姐確實有地貧啊 這樣啊 而且呢 我姐姐的小朋友都有傳染 都有遺傳到啊 哦 是遺帶者 嗯 我姐姐跟我說了 而且說我姐姐跟我說了 醫生說是小問題而已 只要呢 之後呢 這個小朋友結婚 不要找同樣地貧的人結婚 就可以了 是小問題來的而已 嗯 那我就把這段說話呢 都轉告了給她知道 嗯 嗯 這樣 因為她自己呢 應該想了很多事情了 第二天呢 她就問我上什麼班 下班的時候呢 告訴她 那她就下班之後呢 她就打了一個視頻給我 哭著跟我說 她接受不了我有這個病 還說寧願有病的是她 啊 接著呢 就有分手的意思了 她沒有直接說分手啊 這樣啊 我們兩個視頻了兩個小時 她一直都在那裡哭 她跟我說了很多的焦慮 說她都不想這樣 她很難受 到最後 哎 哎 我終於搞清楚她的意思了 嗯 我就先收了她 哈哈 喂 一個男生 哇 留馬尿留兩個 兩個小時 即是又不肯跟你說分手 但呢 又說到自己 各種的焦慮 對 各種的顧慮 而且帶你去查都不肯 我覺得可能這件事 不是因為我們的女主 真的有地貧這件事 可能就是這個男生 已經是 量好想分手了 是的 那又沒有這麼好戲 哭了兩個小時 很難說 也挺好 但也有感情的 雖然說如果是想要 遇過分手 但是如果說真的 因為這件事 可以去醫院查真點 是的 我覺得應該先 是的 因為她猜基本就是 你姐姐也有 你基本就有 當然我想她們可以去查的 是的 但她心裏這麼想 你姐姐有你肯定有 就是她是這樣的邏輯下來的 那如果一個男生 你說到自己多愛這個女生 這樣 查都不查 好像草率了些 是的 是的 最起碼應該陪個女生去醫院 是的 是的 就算是什麼都好 就是你作為一個男朋友 你應該關心一下你自己的女朋友 是的 關心身體 對 先不說她有什麼病 是 至少得個結果 是的 究竟又沒有你 是的 即是從醫院走出來才 唉 我們不如就算吧 這樣 這樣你也得過G字 是不是 真的 這樣我覺得真的 輕輕 有點嚴嚇過 那不是 我們寫Mail來 你的朋友自己 你趕快去查一下 你不要管 那些人都哭語不哭 你自己或者自己也查一下 得過G字也好 是 那就繼續吧 可能有查 嗯 最後我明白了她的意思 我收到她的事 之後我發信息給她 她也不回覆我了 她也不怎麼回覆我了 她說她要我給她一些時間去想想 那晚我整晚都睡不著 那天早上我一早打電話給她 想知道她想通了沒有 她接了我的電話 又跟我說了很多 答案是她沒有想通 嗯 我跟她說不是什麼大問題 雖然我是 就算我有這個地貧 但是我也很正常 但是她跟我說她接受不到這個病 就是接受不到 嗯 嗯 又不會影響什麼 是啊 那當時我的驗血報告什麼都沒有說 具體的地貧檢查還沒有做 她這樣就判了我死刑要和我分手 她還告訴我爸爸媽媽 她跟我說她爸爸媽媽也不可以接受我這個病 她說因為我這個病打亂了我們的原來計劃 她說不知道未來如果我們有了寶寶 如果寶寶也會遺傳這個病 她要以後如何面對這個孩子呢 嗯 一下子想到很長遠 真是一個有計劃的人 你不要說 嗯 她說到時候你想想 如果你遺傳了這個病給小朋友 小朋友有問題 我們就會因為這件事而吵架 到時候我們就很不開心 所以到時候就結婚了 又這樣了 又怎麼辦呢 不如長痛 不如短痛 不如我們現在分手吧 嗯 咦 咦 怎麼說到很流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走吧 哈哈哈 演繹問題 人的問題 演繹的人的問題 是 這樣 哎呀 對方都這樣哭成這樣了 而且都情真以切 買分手 都沒辦法了 玩流玩不回 這件事 而且她說真的 我之前見過兩例 很慘的 她說我們家族 整個家族沒有遺傳病 所以我更加不能接受有遺傳病的 嗯 啊 保持這個優良的血糖 是的 血糖 哈哈哈哈 你也聽到很綿蒙 是啊 是啊 覺得有點無語 哈哈哈哈 哎 這樣 這樣 其實我想回 剛剛我們認識的時候 她的父母也問過我同事 我會不會有什麼遺傳病 你不是說人家在這方面 比較注重 人家比較注重 是啊 反正是 我沒有病沒有痛的 是很厲害的 是的 那時候我同事 我當時根本不知道 這個世界有這個病 所以我當然沒有遺傳病 這樣 你不要說人家搞人家 一早就問過 那就是啊 有幾人一早就問過 那就是啊 真的啊 這件事真的 你別說真的 這方面很避忌 所以其實 其實我們很久之前的節目裡面 我們已經鼓勵大家 剛剛拍拖去做個分檢 是啊 分檢 分檢 以前什麼叫分檢 你知道嗎 就是結婚前要做檢查 沒錯 檢查自己有什麼病 是啊 比如說兩個血型 能夠合不合得到 如果不合得到 可能會有什麼黃膽病 那些 就是以後生小孩的話 其實我們之前在節目裡 我們已經鼓勵大家 就不要等於結婚那一步了 大哥 聊到談婚論假 你再檢查出來 哈哈哈哈 真的啊 啊 啊 我去教你啊 你 你很大一點心道 哈哈 哪有去做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為分檢呢 它是 會有很多項 是關乎 比如說 身體機能方面的 那些東西 真的 是真的 護士姐姐說 帥哥 你又來了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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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最後一次好像不是這個人 你看看 他男朋友會換一間醫院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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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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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笑 臣臣姐姐你也是 哈哈哈哈 這麼多 就知道了 這麼多 因為見這麼多人 就認得我 我就不相信了 哈哈哈哈 真的 或者男朋友特別帥哥 啊 又被人記得 是啊 是呀,他都喜歡顏值高的那些 是呀,這件事真是環環 真的要慎重 哎呀,真的 我2014年結婚的時候,加了1800元去檢查DNA 即是不檢查,加1800元去檢查DNA 結論是怎樣 加1500元,即是可以檢查很多東西 你知不知道檢查DNA這件事嗎? 我知道,我也學過生物 DNA裡面會吻含很多的營養性 我那次是因為疫情 我那些DNA記失了 因為我朋友介紹一個機構在北京檢驗DNA的 基因測試 當時就要了我的頭髮和口水 接著就快遞過去給他們 但後來不知道他這個驅封是什麼 總之我那份快遞到他那裡之後已經過期了 我其實很想問,口水快遞到他不會乾 他有個什麼的? 他專門有個容器給我的 寄給我 總之他說,你喝一口就可以了 我呢,有力沒力了 我當然要裝滿他了,對不對? 口水多過茶 是這樣 然後後來好像是他們那個公司附近封了 所以快遞不能進去 後來拿到時已經幾個月 一兩個月後 沒用了,再寄過來 後來他說過了個興趣 又驗不驗也是這樣 他认识可以验到有遗传病,遗传病是其次 以后你可能得到什么病的机率会高 可以验到你隐性的基因 是啊,今天讲开又找他 千百元的,不用钱的 这里加一千百元,我不用了 免得被人拿去做解剖 太好了,活体解剖 他没有新冠过 真的吗?你这么聪明? 真的吗?你都说笑吗? 哇,很厉害啊 很厉害啊 这么厉害啊 我们后来分析,因为 一起接触吧? 我还要两批 我今年三月份再来一批 是啊 最早的批是这样 第一批 我还要两批 他真的没有事 太厉害了 他还要打疫苗时喝酒 哇 可能就是这样 我也是 我都没有新冠过,很厉害啊 有没有打疫苗,我有打 我打了三针的 我打疫苗的 我妈最厉害了 我妈又没有打疫苗,又没有 我更厉害 她身体强壮 我打了三针的 嗯 最后始终他也接受不了我 那我们就分手了 嗯 他最后跟我说 长痛不如短痛 放下他,让彼此好过 祝我找到更好的 诸如小雷的说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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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手之后 我自己做了一个地贫检查 确实是有 是这个阿法地贫攜带者 什么叫Alpha 不知 这个就是相对专业 是,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 我以为呢 我们两个可以 放红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接着呢 接着呢 接着呢,大飞走去跑步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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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放红日 走出去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这样吧 接着呢 我以为呢 我们可以到最后 但事与愿违 我拿到结果之后 我都没有跟他说 因为他接受不了 他的父母更加接受不了 好,我们就这样彻底结束了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相信科学 为什么不相信科学 我当然是小问题 如果他没有地贫的话 我们生的孩子的基率 只有50% 有这个地贫 刚巧,一个没有一个有 三十人一半 但他就是接受不了 我当然知道了 勉强是没有幸福的 我对他最后是爱的放手 嗯,嗯,嗯 放手放开所有 嗯,嗯 我的朋友都安慰我 现在发现了分开 还好 如果等到快来结婚 或者有BB那时候 才要分开 那就更加惨 道理我都明白 但是呢 我真的很难过 这封信啊 我整晚都没有写的 也是我自己第一次 写下自己的经历 写得不好 也不知道呢 有没有写清楚 Hugo 阿智 请见谅 不要客气 写得非常好非常好 嗯,嗯,嗯 很多朋友都这样认为 他说50%的基率很高 是啊,其实基率很高 所以他对方会想 不想自己的孩子 会有这个病 是的 現在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他會不會有一天想清楚 回來找我復合呢 如果他真的回來找我 我要不要同意和他復合呢 第一個問題是他 喂 我聽到了 我知道 我在想 就是如果 對方找回他 對方找回他 想清楚了 我不介意你有地方 我找回你 如果男生這樣找回 那女生要不要同意復合呢 首先是看他的行動表現 我要確定你是真的愛我 我才會答應和你復合 是的 如果你是說過了一段時間 是找不到對的 又回來收拾劑 又回來收拾劑 是的 那我就覺得沒有必要 是的 看看智利呢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天真 對方一定不會找他 不要回頭找他 是的 對方對這個病 他是一種潔癖的 是的 而且他沒有可能 不會找你的 是的 真的 好 如果我以後找男朋友 好嗎 先跟他說他有地憑呢 是的 這個問題 反而就是要考慮 是的 還有呢 我也想著 下一個男朋友 我也要問問他 他會不會有地憑 如果我 一定要問 你自己有 對方一定要問 是的 如果兩個人都有 很嚴重 是 這樣 唉 難道以後朋友介紹 一個男生 我們都要先去看檢驗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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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唉 這樣 嗯 唉 被人屏蔽了 是的 而且是兩個 同事 兩個同事 是否涉及到醫藥呢 是否醫療 醫療呢 一些問題 現在又可以了 OK了 嗯 既然感覺到 真的一開始要說 是啊 是啊 兩個人都要坦誠 我有的 你有沒有呢 是啊 那如果對方騙他呢 所以說好不好 好像我建議那樣呢 做一個體驗呢 如果你是想發展下去 我覺得是有這個必要 如果你是覺得 就玩玩一下 那就不用玩得那麼久 第一個約會的內容 就去查一下先 哈哈 是啊 我覺得現在是必要的 因為其實現在 我無緣無故有兩張體驗券 哈哈 哈哈 這樣來 會不會是 即是沒有那麼生涯 是啊 嗯 你說謊 你說謊 我在你身上吸取這個 我怎樣呢 我怎樣呢 你不是有無緣無故有的體驗券 哈哈 我都在你身上想 是嗎 你是無緣無故有的 哈哈 哈哈 多張票我一起去做內容 檢查一下 當然是有體驗嘛 哈哈 搞緊活動 買一送一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半甲箱 兩人同行 一人免費 哈哈 哈哈 真的要請 如果不是 唉 唉 唉 你真的不是開玩笑 是嗎 是啊 不是 你當然要找他 如果對方真的有 啊 其實現在社會我覺得 是需要赤狠 就是互相不信任 到這樣 哈哈 即是你新認識了 你不是很了解他的人 你可能就要 什麼客人 關鍵你自己本身有這個病 嗯 是的 我們今晚就達成共識了 只要以後一拍拖 就要檢查一下他 哈哈 去做分檢 分檢也做了 分檢 分檢其實可以檢查到 你的生育能力 各方面的 真的 是的 是的 即是普通的那些券 檢查不到 哈哈哈哈 既然都去到這樣了 是不是 都抽一把券 對呀 做完它 是不是 就好像我上次跟阿姨說 是不是 我去檢查一下 你檢查一下什麼酒精 咖啡因 那些 那些 反正一抽幾月 就檢查一下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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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最重要 好嗎 今晚的直播 現在多少 11點半 11點半 今晚的直播 就到此結束了 再次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報名 參加了我們 7月30日晚的這個活動的Friend 記得準時到了 6點半簽到 是嗎 6點半 6點半簽到 大家準時到這個地方 接著就和大家一起 Hat Hot Hot 一起唱喝的 那你當晚有沒有準備節目 我可以唱首歌 哈哈 你跳一拍都可以嗎 哈哈 第一張飄影 你懂得跳角錶嗎 不懂 拉丁 你跳什麼 Jazz Jazz OK 大家報名的Friend 對呀 拭目以待 哈哈哈哈 三十一號碗 OK 三十一號碗 準時 三十一號碗 我們再見 拜拜 唱的歌 想一瓶好酒 讓我先替你存著 那時的你漸漸懂了 人事規則 也難免聰明過人 卻沉迷美色 這是一首很久以後 你才聽的歌 像一枚湖泊 把我的青春封著 這時的我每天都有 許多糾葛 也只在想你時候 讓淚水清澈 有狗 你已經懂了吧 願這一生最難是選擇 是為你的選擇負責 有狗啊 你已經醒了吧 慢慢時光最終是凌落 是為那些零落 唱的歌 媽媽 為什麼我一長得你就老了 這是一首很久以後 你才懂你才懂的歌 想一瓶好酒 讓我先替你存著 那時的你是否有了成熟深刻 也或許 也或許回憶往事 留一份青澀 這是一首很久以後 你才聽的歌 像一首歌 像一枚湖泊 把我的青春封著 這時的我頭髮 還都是黑的 也只在想你時候 有白雪飄落 有狗 你已經忘了吧 小小的你喜歡抱住我 說不讓別人欺負我 有狗啊 你已經愛了吧 人海總是紛紛又和和 也請你要耐心 認可 有狗 你已經懂了吧 任這一生最難是選擇 是為你的選擇負責 有狗啊 你已經醒了吧 慢慢時光最終是零落 是為那些零落 唱的歌 你看大海邊 最美的 是泡沫 在寶寶